這個我們常常覺得肝臟腎腎 都是人體很重要的排毒解毒 跟這個代謝的器官 那特別是肝臟 肝臟的解毒跟分解這個肝糖的過程 也非常需要水分 是 提到這個肝糖 肝糖是很重要 那我們看一下 肝臟佔整個他的水分 佔百分之六十八 那另外是肌肉是佔百分之七十三 那當然眼球九十九 這個各個每一個器官 他的含水量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特別提肌肉跟肝臟呢 因為這兩個器官 就是剛剛您所提的 這個肝糖它的儲存所在 那什麼是肝糖 肝糖就是當你吃了很多的糖類 可是我這一餐 沒有把它糖類全部用完 那我儲存在哪裡呢 它當然有兩個地方可以儲存 第一個是把它轉換成脂肪 儲存在脂肪組織 可是第二個比較快的是 先把它儲存在肝臟跟肌肉裡面 變成肝糖 肝糖要隨時把它變成葡萄糖 比較快 那個比較像是像是那個活醇 儲存到脂肪去就變定醇 比較麻煩 那所以假設我下一餐 等到我這一餐剛好餓肚子 餓肚子的時候 我只要我的胰臟分泌升糖指數 我就可以把肝糖分解 可是請注意 肝糖分解的過程是一種水解反應 沒有水它就做不到 所以當沒有水會出現什麼問題 比較常是出現在運動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學長今年六十幾歲了 他跟我說他最大興趣去蒐集世界六大馬拉松比賽 他說去參賽完還是人生的一種成就感 那我們現在最近比較瞭解的是最近東京 東京東京馬 他不是後來不准一般參賽者參加 只有奧運的可以 那最近接下來馬上要進行的是波士頓馬跟倫敦馬 全部延期了 你看都是在最近 所以我去研究一下六大馬拉松是二月四月四月 然後九月十月十一月 當然我們發覺他跳過五六七八 對夏天 十二月跟一月 所以他只舉辦在春秋涼氣 而這六個城市 在那段期間 他的溫度都是十度到二十度之間 跑步非常好的時候 跑起來很舒服 那學長又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每次在台灣跑步的時候都很麻煩 他說沒有辦法破四 什麼意思 全程是42公里 跑四個小時 可是在台灣跑 常常跑超過四小時 他說太熱了 太熱了 你只要沒有來得及補充水分的話 這個時候你的肝臟就沒有辦法分解肝糖了 對 所以你看水分 所以會影響他的體能表現 沒錯 所以你看補充水分對人多麼的重要 身體缺水的時候會有一些反應 我剛剛講傳統上是這一個口乾舌燥 但是有些時候是疲倦 身體缺水的話 這邊提出十大警訊 像口乾舌燥 這大家都知道 嘴唇乾 你真的起泡泡 對 然後小便顏色變深 大便比較乾硬或者便秘 皮膚缺乏彈性 剛剛皮膚科一直已經提了 眼睛會比較乾 那因為眼淚分泌少 所以你會一直眨眼睛 人會比較疲倦 因為剛剛講肝糖會分泌不夠 沒有辦法分解出來 消化不良 因為消化液一天要六公升的水 那另外會噁心 甚至會頭痛 那站起來的話甚至會滴血壓 會滴血頭會暈 但是提醒大家 這一些現象當然有可能是缺水 但是還有其他原因會造成這些問題 是 所以假設你發覺有這些現象的時候 請你水多喝一些 可是萬一都沒有改善 就要趕快找醫師 我要舉個例子 但是真的是 我一個同學他是外科 有一天他忽然間說 欸 教導人 我媽媽最近體重 體重有下降 可是嘴巴好渴 你要不要幫他看一下 嘴巴很渴啊 他說每天都喝兩三 兩三千CC的水 還一樣照渴 他就來了 那我從小 我大一就跟他認識了 去他家 他媽媽本來就胖胖的 他最近怎麼忽然間瘦下去 我一看說 不對 最近體重有減輕 趕快抽個血糖 一夜血糖三百多 糖尿病 其實是糖尿病 他是因為糖尿病 所以吃多喝多尿多 嘴巴很渴 所以一直很渴 所以千萬不要把這個口乾舌燥 當成就只是缺水而已 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發覺這些現象 水先喝 但是沒有改善 趕快找醫師做鑑別診斷 但是我這邊還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我們光吃這些菜 就是吃飯的時候 我們水分補充是不夠的 那我們今天談水嘛 怕缺水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讓身體不缺水 我特別提一下 第一個重點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等到口渴的時候 表示你身體已經缺很多了 所以你應該是要規則的喝 大概把你自己的體重乘以30 所以假設一個70公斤的人乘以30 一天都是2100 那在什麼時候喝 這第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起床的時候先喝一杯水 第二個在餐前 起床算是早餐前 那午餐前也要喝一杯 晚餐前也要喝一杯 大概喝多少 建議量是500cc 500cc 這樣500500500 三餐不都1500了嗎 請你在睡前小心 不要喝太多 喝太多的話 晚上一直夜夜尿 糟糕沒睡好 反而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好 所以一般我們喝水呢 一個口訣 53535 三餐飯前喝500 兩餐中間喝300 這樣就一定夠了 我舉一個例子 2011年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他們做一個研究 三餐飯前都喝水 喝577 這樣過12禮拜以後 比上沒有喝水的那一組 體重多減2公斤 好 他有保足感 對 相當好的 所以說三餐飯前喝水 還真的對身體的 整個新人代謝 很有幫助的